所以我應該說已經有太久沒有一個電視劇或者是偶像劇 會為這個劇量身訂做歌曲的 我想真的是好多年好多年 然後一千萬安這樣的歌 當然我們要寫這個歌 我們一定要先有先看過劇本的大綱 然後我們看了劇本的大綱 然後我們就因為劇本的大綱覺得他很溫暖很感動 剛剛余涵也有說 他是一個就是要珍惜身邊的人 我覺得用珍惜這樣的兩個字來去感受 然後去祝福彼此 每一天你要跟誰說晚安 你身邊的朋友 你家人 我覺得用這樣的方式去展現這樣的一首歌 給彼此一個祝福 給彼此一個未來 給彼此一個夢想跟希望 對 愛的感動是很偉大的 而且加上就是 然後這次也這個 齊柏林導演的畫面 雖然我看不見 但是我覺得 之前有聽過齊柏林導演的一些故事 會有 還有他的那個 看見台灣的那些音樂的呈現 展現出台灣各地的非常美麗感動的地方 所以用這樣的一個歌我覺得 希望這樣的歌大家會喜歡 然後可以讓這個歌 讓更多人 更能夠去朗朗上口來唱這樣的一首歌 好 謝謝 謝謝